阿絮版龚俊喊你起床了 怎么到时间了还在睡觉呢 赶紧起床 再不起床 就没钱赚了 是不是以为走错了片场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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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湘他们回来了 主人 咱们到了 主人 老病鬼太好了 主人 你没受伤吧 何人能伤我 你们怎么来了 说来话长回头再跟你说 老病鬼 那个狗王爷怎么把你伤成这样 你等着 回头 我跟主人捅你出气 求你内务功 你不认识 本约 子舒 一别今年 别来无恙 温公子 少安勿躁 这七窍三丘丁虽然棘手 可也不是全无办法 子舒他不知经历过多少凶险 今次定然 也能逢凶化吉 七爷 只要你们能治好阿絮的伤 温某今生 定会尽我所能 报答高义 咱不必说这个 我跟子舒是从小到大的交情 只是这人长大之后 变得冷情可恨 有什么事情 所以也不肯开口求助 全没把我当成朋友 七爷和阿絮之前就认识 是啊 而今看来 都已经久远称上辈子的事了 温公子 兄弟们都到齐了 温公子 七爷 带来的这些孩子 是我四季山庄的门徒 山庄重建之前 恐怕还得在贵宝地 掏扰了 温公子 我跟吴夕能有今天 全是拜子舒所赐 你再这般客气 我可便知恼了 毕兴明 参见齐也 你是毕长风的什么人 那是仙师明慧 在下有幸蒙仙师自幸 很好 对了 说到这时 我的武士阿庆来传来讯息 他也将成岭安全护送 这大孤山派 审慎掌门的身边 而今子舒既然平安就出 大巫 要不要再让他回来 大巫 怎么样 能救吗 我来吧 我伺候主子习惯了 没事 我来 好 我来吧 啊 这孩子 怎么这般听话 对了 庄主 还未曾跟您禀报 这次啊 多亏了温公子 用韩大哥留下的印记 联络我们 他足之多谋 带领着我们 魂叫什么呢 该叫师父 师叔了 拜见 不急 等你大师兄一起 正式行个拜师礼 老温 这十九个孩子 都败在我门下 你不替我分担几个 没问题 周庄主 你们先出去吧 好 是 走 走 阿絮啊 你初遇时见到我 怎么一点都不惊讶 我可是十分期待你的表情啊 有什么好惊讶的 我不知道你什么时候来 怎么来 但我知道 你一定会来 顾湘 你究竟是什么人 你这话 怎么不当着师叔 师兄的面文啊 我当着他们的面文 那 那你怎么办啊 你这么在乎我吗 废话 我都跟温兄发了事了 这温客行 这温客行 这温客行怎么能是鬼谷谷主呢 他明明 他明明和周兄 还有成岭关系那么好 对啊 他不是正如意大侠的后人吗 好像 这其中 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是 是不是温兄 受别人陷害 故意为之 是这样吗 是又怎么样 不是又怎么样 这若是误会 我便拼了性命 也要为你和温兄 不许多 喜托冤屈 倘若是真的呢 倘若我就是青崖山的一只小孤鬼 误打误撞来到了人间 认识了你 欺骗了你 曹大哥 你会杀了我吗 我长大的地方 不是我杀人便是人杀我 即便说有百分之一的几率 你宁可错杀 绝不放过 如果不是这样 我根本活不到今天 如果 如果你真的是鬼谷的奸细 故意骑满我 混入清风剑牌 引入铜火 杀我铜门 毁我灵山 我定然会杀了你 好吧 可是阿湘 你知道吗 我发过誓 我曹卫宁这一辈子 从生到死 不会有片刻做出辜负你的事 可是这件事 是 算不算辜负 不过阿湘你放心 我杀了你之后 绝不毒火 我定当自吻相陪 黄泉路 我陪你一起走 我们手牵手 一起投胎 阿湘 你相信我 来世 我一定会陪你长大 不让你学坏 也不让你吃一点苦 可是 可是阿湘我觉得你不是 我知道你是个顶好顶好的姑娘 所以阿湘你告诉我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说了 你会信我吗 我信 你我皆是有缘人 却默狠狠狠的你 阿湘 阿湘 阿湘你别哭 我相信你 我都说了我相信你 你只要告诉我 阿湘 你别哭了 我说 我都说